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对话时刻的这个分享会 我是你的主持人 也是今晚的主持人 我叫肖伟强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我是马来西亚基隆坡的教友 我的本堂是这个 教来的那个圣方纪亚实西堂 我本身在堂区是服务于这个非常物的送圣体员 目前我本身也在基隆坡总教区 华文教务租金会里面 担任这个副主席的一个职位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对话时刻 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对话时刻 其实在这个2020年的那个新冠疫情期间呢 大家都知道了 马来西亚政府就落实了这个社区的封锁令 令到大家都不能上街 那么教堂也是关闭了起来 就在那一年呢 那个时刻呢 就有一群的教友呢 就算是自发性了 在网上成立起来 那么希望大家就通过网上的一个方式呢 进行祈祷和分享这个信仰了 就后来就在我们的神师 目前的神师就是戴伟德神父了 Father Alberto来自耶稣会的 的建议下 所以我们就开始引用了圣意纳绝的方式 就是灵修对谈的一个方式呢 来进行 而每次的聚会呢 都会有一个主题 就会有超勤 两三位的分享嘉宾呢 就分享自己相关的一个反省 或者是一个信仰生活上的一个反省 所以疫情开始 开放后呢 其实这个对话时刻也有 继续的在这个网上延续了 一直是到去年 去年终将我们才停顿下来 而今年呢 就我们的神师呢 戴伟德神父呢 就被委认为这个 教宗传球祈祷网络 教宗全球祈祷网络 的马新闻的协调源 而这个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呢 是个中座三会 是属于这个凡帝刚的教廷啊 so我们的戴神父就建议我们呢 在这个平台上呢 继续这个对话时刻 而主题呢 就以教宗设有的这个 每月的祈祷意向呢 为我们的主题 所以说上个月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重新开始了 我们的对话时刻 而九月份的祈祷意向呢 就是为呐喊的地球祈祷 so今天呢 就来到我们这个十月份的聚会 呃今天呃这个月的这个主题呢 是为共同使命祈祷 而为共同使命祈祷这部分呢 相信大家也知道 因为现在是在召开第十六届 世界主教代表呃大会 呃在帆帝刚的第二期 呃去年举办的第一期维持一个月 今年第二期也是维持一个月 而且这一次这一次业的世界主教代表呃大会呢 就有点不一样 就不是只有呃主教在呃开会而已 基本上在去年的二零二零三呃的大会之前呢 呃 改变了这一次的这个主教代表呃大会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由底到上哦 而不是由上到底呃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也应该呃 有所知道也认知了 我就不多说 哦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呃 这主题就是跟这个十六届世界主教代会是有关的 哦 我们就是要看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同道协行的呃方式下 我们怎么样为我们教会里面的共同使命呃 呃来呃进行来祈祷 那么在我邀请呃我们两位分享嘉宾之前呢 呃 呃再次欢迎在线上的呃 听众们 谢谢大家的参与 呃在这个呃对话期间呢 呃我们暂时不接受呃提问或者什么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提问或者是你听了一些你有意见啊 我们欢迎你在checkbook里面 checkbook里面呃发问或者是呃 呃说出你的那个呃 呃你的分享或者一些你的个人的感受 呃我们在节目的最呃 呃最尾端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你们的一些的分享 好 在下来我就不不延迟我们先邀请我们两位嘉宾 好我们的第一位呢是呃现在人在罗马的呃 呃于静中神父啊我们的主徒会的于静中神父神父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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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你那边是现在是应该下午吗 是下午三点呃两点十五分四十五分 两点四十五分好 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来自新加坡的周银长姐妹 哎大家好 我是银长 银长姐妹你好 好你好 好今天我们就有来自两个不同地方的可能呃我们想请于生父 你想接做一个自我介绍先吗 哈哈哈哈 啊你好你好我我姓于于静中马来西亚人马六甲人哈 对然后曾经在槟城服务过五年之后就在二零呃一二年就被派来意大利读书 读书 所以呃现在就讀完读教会法啦教会法 所以读完了以后呢呃呃 修会就让我能够继续在这里呃也呃 帮忙丄都会处理我们呃呃 导都会的会主刚横溢书记主教的丰盛过程 你呃这是终会的代表了 对所以在罗马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了 所以也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做分享 一般上我不太接这个活动 我要谢谢围墙 让我可以做点功课 其实我蛮忙的 我谢谢师傅你答应 我开始问你的时候 我都忘记了那个时差 不知道是不是适合 会不会是你在半夜的时候 还好 我刚刚从罗马回来 真的从叛地回来 对对对 回来对 这也是住在意大利北部嘛 所以会去半夜港 找一些资料啦 对港衡议宣服所需要的资料 对这就是 好的谢谢 好谢谢孙夫 好明昌姐妹 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孙夫你好 很开心知道你是马六佳人 我也是马六佳人 我也是 同乡 现在我是定居在新加坡 因为我是圣伯多禄 圣伯多堂的教友 目前我是 新加坡常委主席 所以 那我也是圣伯多禄 圣伯多堂的 身体员 所以我已经在 新加坡 有40年了 就很久了 好 所以我们相信像我们的线上也有应该 很多来自新加坡的 的教友 马六佳的教友应该都在这边啦 给一两位的支持 好 这样我们谈到这个同道学行呢 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精神领袖 我们的教宗方济哥 所以刚刚过去的9月份呢 教宗方济哥就进行了他的第45次的国际 牧民拜访 从9月2日到13日 去了亚太的四个国家拜访 分别是印尼 巴布亚 新基利亚 东地文 和新加坡 So 云上姐妹 身为这个新加坡教友啦 当你知道了 教宗即将要来拜访新加坡 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到达了新加坡后 他也抱访了很多的团体 包括政府的 三会的 三组织的 教会的 然后其他宗教的 甚至在大球场举行了这个圣座弥撒 最后离开了 匆匆的四天后 在这四天里面 该对你个人来讲 你有一些什么感受呢 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深刻的个人反省呢 当然作为新加坡教友圣方 那个叫庄宗方济哥的道方 无疑是一个充满意义的 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光 在这个短短的四天中 我感受到全球天主教头之间的 紧密联系 来自新加坡各堂区的 数千位教友 各尽其职在弥撒中服务 彼此分享信仰的喜乐 这种团结不仅是信仰的体现 更是对彼此支持的象征 这让我感到教会的力量 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 一个教会的力量 会非常强大的 当教宗坐着他的车子 到现场时 整个场面是选得庄严 而且是非常的神圣 周围的人都充满着期待和敬畏 近距离的看到教宗时 我的心里涌起一种 男女原意的一种 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感动 仿佛时间就在那一刻凝固了 那种近距离的感受 让我深刻的感受到 非常的兴奋和感动 在这次的活动中 我反思了自己在信仰生活中的 投入程度 我意识到信仰不仅仅是参加弥撒 还需要在热忱生活中体现出来 如何更好的去服务他人 传播爱和和平 是我需要一直努力去的方向 教宗的待访 给我带来了一种希望和一个激励 提醒我们在这个变化迅速的世界中 依然要坚守信仰 追求真理和真理 我希望能够将这种希望 传递给更多的人 让我们能够共同创造一个 更美好的社会 总的来说 教宗方基各的到访 使我在信仰上获得了新的动力 也激励我在生活中 更加积极的实践交易 关心他人 追求更高的理想 这是我的分享 好 谢谢你 是的 是的 我二十多年前 有机会 也是近距离见过 多王宝路二世 所以到今天还是很感动 所以对了 我们希望 教宗的访问 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 能够鼓励到我们本地的教会 能够更加的热忱 投入 我们不单只在 只是去参与弥撒而已 更加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信仰化起来 然后能够在我们的热忱生活中 能够带来改变 那于神父 你呢 你从罗马留学就被留在罗马了 然后现在又在当地的堂区 复务了一段日子 所以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吗 其实罗马当地的教会 是如何看待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 而且这个代表 现在不单只是主教而已 有些是神父 有些是神学家 平信徒 青年的代表 维持这个一个月的主教会 so 当地其实是有些怎么样的反应 而你对他们的反应有什么感受 先讲整体来说 因为意大利算是 还是基督宗教的国家 媒体报导 当然范蒂冈的电台 有持续报导 然后意大利主教团的报导 报导的很少 然后本地的报导更少 所以我只能够说 针对主教会议 他只提 但是因为 所以这几天在范蒂冈 当然可能队内有很多记者 但是都是教会的记者 但我们讲 教会外的记者就比较少 所以我也趁机会问了 这些教友 我说 你们觉得这个 主教会议呢 普通嘛 大家都来罗马 为他们是普通 然后有的蛮积极 就说 教会要改变 有东西要改变 对 所以我只能用整体的 这么说 不过呢 教会本身的那个电台 都有追踪报导 是蛮积极的 蛮积极的 对 然后本地的 我们都有鼓励教友 为 这个 这一整个月 为这个主教的会议祈祷 这是我觉得 对教会内 当然我们也要为这个 我们讲欧洲国家祈祷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们的信仰 随着你蛮低的 蛮低的 对 蛮低的 所以这就是也难怪 有这种现象出现了 对 是的 所以当你看到 当地的 所谓的报纸 然后媒体 也比较少去 报导这个事件的时候 其实带给你 有一些怎么样的感受 好像我现在听到 我记得我是 不可思议 因为 最中心的地方 反而 反而是最少的消息的地方 不过我们要记得 意大利的整个政治系统是 不是 它是那个无神系统 要记得 它整个 它那整个 法律架构 对 他们走的是 就是中立的 没有偏宗教的 对 所以这个也难怪 我们不能怪 这就是我要说 那我个人 我个人看这次的 那个会议 你这里有提到吗 你个人的感受吗 我只能够说呢 我很感动 很感动 第一次主教会议 二三年 我没有那么样的 这个去注意 这次的我就觉得 有感动我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当然 去年也是有祈祷 今年 我觉得 我看了他们的 主教们的时间表 一整个月的时间表 祈祷的时间很多 这是很安慰的 很安慰的 这样子呢 可以帮助 来自各个不同的 主教们 还有教友们 就是 这次来 总共有368人参加 272位主教 902位非主教 然后有8位专家 这些来自各个 不同的人 透过两天的毕竟 而且毕竟是蛮不错 有两个 有两个神师 以前都是神父 现在是一个神父 一个修 带了毕竟 你看这有他的 你看有不同 不同 对 平等性 大公性 就透过这样子的准备 让这些参与者 可以集中精神 这个也是同道 邪性的一个精神 一起能够专注地 来进行会议 所以我觉得 这个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让我感动了 然后刚才影片 我要提的就是说 教会 这次做了对的地方 就是他道歉 再次的道歉 道歉什么呢 教宗在他们10月1号 举行在波多路大地 那个首页祈祷 就道歉 教会没有勇敢地说出 对战争 对被性侵的问题 对财务绯闻的 这些种种的受伤的教友们 教会道歉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也让我感动的 就是说 真的是 这次的会议 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共荣 参与使命 因为教会看到痛了 是吧 不晓得你们听得懂 蛮抽象的 教会看到这个感受 所以我会觉得会更好 所以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神父你的分享 当然 整个大会 我们的普罗 普罗大 普罗大 就是我们全世界的教友 都看到教会 都在教宗的大领下 做些改变 好 在我们在下一段的 这个对谈之前 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月的 这个 教宗的 这个祈祷意向的一个短片 我们的教宗 都是从他们的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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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erdotes los sacerdotes no somos los jefes de los laicos sino sus pastores jesus nos ha llamado a unos y a otros no a unos por encima de los otros ni a unos por un lado y a otro por el otro sino complementándonos somos comunidad for eso debemos caminar juntos 经ros wrecking the road 去申请 你国家制作者 是 secondo его公司 我 tax sheriff 我们全部裁 opera 中国生活 我们的生活 利新決定 稳不了 joue happening 在他们一恋 бизнес y tienen que cuidarla lo mismo que nosotros los sacerdotes los consagrados cada uno aportando lo que mejor sabe hacer somos corresponsables en la misión participamos y vivimos Christmas oremos 我們我們希望讓 la Iglesia繼續支援 一條活動的生活旗幼 並如菲律教授誹 來修理教授誹 在教導人的組織 教導人和藝術的教授課 教導人和藝術的教育 教導人和教育協議 教導人和教育協議 好 这个就是教宗 想让我们为这次的 共同责任的 祈祷的一个短片 所以其实每个月呢 这个祈祷意向呢 教宗呢 其实房地刚都 都制作了一个短片 我们都一直在 我们的平台里面呢 分享出去 希望鼓励到更多的教友呢 一起来响应教宗呢 一起为一个 共同的意向呢 来祈祷 好 教宗我们回到来这边呢 下来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给两位的 当然可能对于 神父来讲有点重复啊 就看到不同的国家的代表 到罗马 或者是房地刚参加 这个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对你而言有什么看法 同时这个对天主教会 整个来说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吗 哪一些领域上 是需要更多的参与 而这种分担责任的意图 或者说这种公同使命 实际上是否有地方 教会得到了事前 您个人有没有一些经验 可以分享呢 我们请神父先 好的 其实我觉得圣神真的很重要 在工作 真的已经开始具体的在实行 如果大家不记得 在教宗方基哥 方基哥在2018年9月15号 就是在庆祝主教会的 50周年纪念的时候 他就教宗就说了这句话 很重要 他就是说呢 一个同道邪性的教会 是一个聆听的教会 一个聆听的教会 天主子民 教宗 主教团 互相聆听 互相聆听 所以这个关键是聆听 过去好像不太注重 过去是 你讲我听 上头讲我听 现在不要 现在 你讲我听 我讲你听 共同聆听 所以如果我们 我自己在看 这次开会 当然去年是这样 怎么用圆桌 而不是用四方桌 圆桌是我们中国人的 是吧 怎么用圆桌 而不是用四方桌 或长方桌 我们在意大利 在吃饭的时候 当然我们讲 head of the table 就是坐中间的 四方桌 圆桌就不一样了 圆桌 大家可以是中间 也可以是主角 这个很有意思 共荣 圆桌 圆桌 然后呢 这个就是让我们 可以看到 教会也是在跟着 聆听 教会 本来我们讲高层 开始慢慢往下 平等 我们一起来讨论 身份降低了 降低了 那我想问一下 请问 我们讲 世界主教会议的主角是谁 教宗 大家要记得 天主圣神 这个不能忘记 这个绝对不能忘记 教宗 教宗 放弃了自己 说了 没有圣神 就没有主教会议 没有主教代表会议 那我再问 那我们要怎么样聆听圣神 直接打电话吗 直接WhatsApp吗 不是的 不是的 那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两年前 而且我们教会在举行 就是不是 伟强刚刚也提到 就是有几个问题 教会准备了几个问题 然后问各个层面 在教友 透过这样子来聆听 圣神的声音 不是从上而下 而是由下上 聆听圣神的声音 如果大家注意到 教宗刚才 我们看的影片 这个月的那个影片 教宗就说了 其实我也可以听 一个渔夫 一个开巴士的 他们怎么样活出信仰 这些都是圣神的声音 他们的信仰见证了 对 所以这个聆听就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就是说大家可以发言 大家可以发 彰显教会的 自义自公和自圣的教会 那不是过去 我们讲五六十年代的 由上到下 大家都是 当然我要强调 这样教宗就不需要了 不能 不是打破制度 而是透过聆听圣神 因为圣神我们都是领洗者 都领出圣神 对呀 所以可能圣神你透过低层 已经开始启示 这样子的话 能够帮助教会更加透明化 来处理 现在实际面对的问题 财务问题 性丑问问题 还有 您讲制度问题 谢谢 好 孙凤 谢谢 您长姐妹呢 我从这些报导中 我是从报导中得知 跟进才知道这个世界比较代表会议一些资料 所以既然如此 我还是感到天主教会内的内部与合作的重要时刻 让我感觉到这个会议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全球共融的集体体现 这也展现了天主教会 是一个多样化与包容性的 同时也传达出一种团结一致 共同面对当今社会的挑战的决心 所以有很多该神父所说的很多声音 这些要从下到上 所以这些都是要一个改变的心态和一个态度 对于天主教会而言 这我对于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信号 我们要开始理听 所以表明教会在全球范围内 重视不同地区 不同文化和背景的声音 这种多元化的参与 能够帮助教会更好地去理解各地教友的需求 还有他们能够更好地去关切他们的需要 从而制定更能够制定个更好的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看来 以下的这几个领域是也许可以有更多的参与 就是教会好像是越来越老年化 如果能够多听一听年轻人的声音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年轻人毕竟是教会未来的希望 所以他们的声音和需求 需要更好的去被聆听和理解 所以希望教会能够提供更多的平台 让年轻人能够参与教会的决策和活动 共同塑造未来的教会 还有一个就是 应对这个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我们的教宗也说了不管是渔夫 平事徒 还是司机 我们都要如何更好的去 平等的去对拜他们 所以这些也是我们要 更好的去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整个教会的领域 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友们 我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能够促进教会的团结 减少误解和冲突 所以教会可以通过组织更多的跨文化活动来增强这些联系 我觉得会有所帮助 关于这个共同使命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 所以在我们堂区的社区服务中 经常组织志愿活动 帮助弱势的群体 定期的拜访他们 食物奔发 聚餐 预供等等 这种服务不仅是对信仰的一个践行 也是在共同使命下的一种体现 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去分享爱和关怀 所以这种分担责任的意义 在教会内部逐渐增强 这虽然人有改进的空间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 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 包容的态度 推动更多人参与的话 就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 实践真正的共同使命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银行姐妹 对了 刚才神父你讲到 那个倾听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天主圣神是主角 这个真的是 我也讲说 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 我刚刚在这个八月尾 就有机会参加了 这个马来西亚半岛的 三个教区的共同 这个区域的牧民大会 也就是为了准备这个大会之一 这个主教代表大会之一 所以我们也是进行很多这种灵修教谈 灵修教谈我们通过一个大题 然后下来 如果主观当局当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第一个大题 你们就有八个人一组 应该你有八到十个idea可以出来 然后你要下去第二个对谈的时候 你要下去五个 最后你要去到一个 真的很奇妙的 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每次的讨论可以有很多 然后但是就在这个教堂当中呢 就很美妙的 就可以去到每一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公司 那大家谈的东西就会允据在那个主题上 这八个人是来自整个西马 不同的地方 有神父 有主教 有教友 然后有会士 所谓的修女 修士的 但是就很奇妙 他就是会带到去那个东西 所以真的不得不相信 圣神才是那个主角 所以至于音长姐妹你说 现在这个事实际上也是很 很核实意了 在教会的老年化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有一个新的态度 更积极的来面向这些 我们年轻教友的一些需求 希望我们的这些的方向都能够走得更好更快 那么至于刚才两位的一些分享给你 对方的分享对你而言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呢 或者是有些你在听过的别人的分享里面 有什么新的一些见解或者挑战呢 或者音长姐妹你来先 就从神父的这个分享 神父说到的那几个就是 能够很触动我的就是 聆听圣神的声音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在理性上我们知道 我们要听圣神的声音 可是在人性的软弱上 通常都是我们都是 人的声音比圣神的声音还大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那时候不愉快 所以那种战争 这种被虐待 性情犯 这些都是因为 人的声音比圣神的声音大和强 所以感觉神父一说到 聆听圣神的声音 我马上就把它记下来 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一个impact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强的提醒 让我在这个服务当中 一定要尽量的学习 这个是一个过程 就是一直不断学习的 谦卑 放下自我 这些是一个不断学习的 所以聆听圣神的声音 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 谢谢神父的提醒 不客气 我自己的觉悟就是 怎么说呢 就回到那个中途大事物 我看一下我这里有写 第二章第七节 就是大家记得吗 那圣神降临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讲方言 不同的语言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说 教会已经不只是在耶路撒冷 而是全球要往前就走了 对圣神的工作 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自己的反省 就是那怎么样 怎么样 我说我 那怎么样可以 活出我在聆听圣神的声音 就是我告诉自己 我必须要意识到 我也是教会 我也是教会 我也是像当初的中途大事物的圣神 然后他们就圣神降临 在教会 这个就起点 然后既然我是教会 那我就要尽我的本分 我好我的教友的生活 生活又软弱 生活也是又软弱 我们就有软弱 我讲具体个人 basic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活出 这样子的一个灵修的话 那就不难 不难聆听圣神的声音 而且是能够活出 所以我觉得 刚刚前面提到 就是Rosa 营藏姐妹提到 不错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有在做 很好的爱的工作 帮忙老人这些 这些都是圣神的果实 圣神的果实 都有 其实都有在做 这是我们亚洲教会 都有在做 这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说非常积极 我讲 我们大马教会也好 新加坡教会也好 这些我懂的 都蛮积极的 其实我们都已经 在活出的 通道邪行的 这个精神了 已经都有在做了 都有在做了 每年我们 马来西亚教会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 主题 我们要跟随的 其实我们都有在做 只是现在教终 把它提升到 更高 因为这个 在欧洲就没有 欧盟国家就没有 就没有 所以谢谢 听众姐妹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两位的分享 我在这边看到一点时间 我想就开放一下 给我们的 线上的一些听众 我们也听听你 刚才对 两位 我们的分享嘉宾 所讲的 你有一些什么 一些什么想法 或者是 你已经在本地 这个同道邪行的一些 实际的世界当中 有一些经验 你想愿意分享的 我们 我们现在 开放给你 来 跟我们的嘉宾也 互动一下 有吗 好像 大家都很近 因为今天准备的时候 上来只是听而已 是吗 所以我可以提一下 刚刚我提到一个 透明化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 我们讲 主教代表会议 会议当中 其实也是这个教会的 一个成长 教会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天主教会 是蛮积极的在成长 在改变 也在走 也在走着 其实教会 我个人在反省 教会因为是太大了 是大功的教会 所以在做决策当中 都需要时间 以前我都会问我自己 怎么那么慢 古老的教会 对年轻人 怎么没有照顾 那些 这是不容易的 看这次的整个准备过程 聆听各个地方教会 的声音 收集果实 都要好几年了 好几个过程 这些都是代表 这些都是代表教会 开始 透明化 教会承认教会 不是完美 教会 不是死的教会 教会在走着 在走着 然后 圣神透过教宗 主教们 代表们 我觉得 会有好的一些成果 能够帮助我们 未来的教会走向 更加的走向 耶稣基督 这个我觉得是蛮积极的 透明是因为 教会真的是不能再掩盖 事实了 所以我常常鼓励 我这里的教育 我们 尽量少批评教会 多为教会祈祷 谢谢 好 好我们在checkbook上面 有一位 呃 吴金玄姐妹 吴金玄姐妹 不如你 直接讲出来吧 金玄姐妹你可以开麦桥 喂金玄姐妹 金玄姐妹你暗谬了 你听不到你的声音 喂喂 好 金玄姐妹刚才听到师傅 你所讲的那个开放啊 都是说 有教有担心 这样开放的教会 比如对LGBT的态度 会不会放得太宽了 呃有一种让步的感觉 会不会失去了方向 失去了真理 哦对对 但是基本上 我说所谓开放的意义就是 狭窄的意义就是 教会开放让你讲了嘛 但是但是 但是在针对真理 心理 道理 这又不同的 明白吗 啊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对 最近不是 哦 有个教会的 好像类似教会错误 教会说我们可以降服那些 LGB的couple 可以降服啊 但是如果我们追踪整个的那个 那个整个 教会是可以降服 但是教会没有认同哦 降服的意义是有很多种哦 我可以降服 书 我也可以降服 婚姻 是不同的程度的哦 啊 对 所以教会针对这个有在 有出了一份 很严格的文件呢 特别是那个 信理部 有信理部 有出这个文件 所以我就说 开放是针对聆听声音 但是针对教会的心理道理 没有 啊 所以这个要分清楚 谢谢 嗯 但时候会不会 呃 我延伸了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有时候 你看现在 的媒体啊 很多都会就是 呃 怎么怎么讲那句话 就是取一两句话 他就放大 嗯 所以这个这个课题 其实也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况发生嘛 就有啊有啊 就就没有管那整份的文件 但是取的中间的这一部分就 就已经夸大其实了 嗯 就怎么样能够能够 教会怎么能够在自我保护的情况之下 又又能够去 呃 所谓的迎接开放 就是说 容纳更多的 的人在里面呢 嗯嗯嗯嗯 其实嗯 我们讲 当然在这里 我们有好几个报寺是针对教会的 是专门针对的 阿们吗 针对的 所以有什么 他就会把它夸大 夸大 当然教会每次在出版信里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那个罗马观察报啊 那是 嗯 对 这是梵蒂冈的报寺 啊就以那个报寺的登出来的是作为标准 作为标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翻译的时候 或者是看新闻的时候 要看它的原 呃那个资料的来源是谁啊 嗯 正确的资料资料来源很重要 很重要 对教会当然有每次事情的 因为都是新的都有澄清嘛 我想都有澄清 都有澄清 对现在呢 嗯 其实我们在看主教会在开着 但是呢教教会背后有些东西 我们可能一般上都没有办法看得到 就是其实每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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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对吧 都有都有都有的 所以就是回到这个 这个教会 他有他的方向 他有他的顾虑 他也会保护他自己 对而且是不是 应该哦 对对对不是应该错就错 对就是对了 而且是合理的 所以才要主教会议嘛 没有的话要你说什么 对谢谢 林长姐妹呢 你也是问是 一位资深的 肯定教友啦 然后也是我们的资深的教友领袖 那么其实在你的教委 before常委主席之前 你直接是教委的主席 所以你在在作为 教会当局和教友之间 所谓的桥梁啦 我们这些领袖就是桥梁啦 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 当教友回 去反映给你的时候 你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嗯 一般上 我都是一直在提醒自己 或者是说我们经常有一些 聚会的时候 有听到抱怨的时候呢 我都会鼓励 跟我抱怨的人 然后做好自己 我们要分辨得出来 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 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其实如果是说每一个人 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 能够有一个团体 彼此的扶持和鼓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个人 很难去走这个成圣的路 我们必须一个团体 然后整个团体的互相扶持 让我们明白 我们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挑战 也要相信信仰始终 是我们最坚实的一个后盾 然后如果是说 我们不能够做好自己 我们只是知道有很多的知识 我们只知道 那个同道邪行啊 刚才从神父的分享中知道 原来还有任命的专家的 一个处理教会问题 我们都知道这些知识 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好 尽量努力的做好 成为一个教友的一个本分的话呢 这些很多不愉快的东西 还是会发生的 很多团体里面的那种互相抱怨啊 还是会有 我们很难一起去同道邪行 所以最重要的是 还是要做好自己 成为教友的一个本分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我们现在还有吗 还有哪一位有想要提 一些个人的分享 好 全部是听中了 好 来到我们最后的一个对话的问题 就是 其实从今晚我们整个对话当中 主要是两位嘉宾 然后我的少少的一些分享 那么在整个对话当中 那么在整个对话当中令你觉得最感动或者是感到感激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 是信得上吗 是信得上吗 望得上吗 还是爱得上吗 好 您谈这边 好吧 所以通过这些分享 然后从神父的分享中 因为我感受到的信仰的力量和影响也 神父一直想要听从圣神的声音 圣神在带动 我们在做这些爱的私奉的时候 都是圣神在推动 所以这个是让我真的是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然后这种互相支持和鼓励的气氛呢 让我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让我们还能够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挑战 信仰还是我们最坚实的一个后盾 就像刚才我已经提到的这个 这个是信仰对我非常的重要 所以也让我对于未来充满着希望 对整个教会 尤其是在社会服务和年轻人这方面的努力 我希望你提醒我一定要缓解一切 然后才能够共同的创造更美好的每天 然后在刚才的分享中 也提到这个关怀啦 包容啦 让我预示到 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每个人的参与和奉献 都在为这个世界 真心的温暖和光明 希望这份这种爱的分享 不仅是在教会内部 也能够扩展到更广泛的社区里面 影响的更多的人 总的来说 今晚的这个对话 让我更明确 作为一名教友的责任和实力 也激励我在生活中 持续实践信仰 传播爱和希望 我感到非常的感恩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这样的交流 不仅丰富了我个人的信仰里程 也让我对未来充满的期待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谢谢 好 谢谢 师父 或者说看到你们那么用心 我这个做生物的一定要更加用心 谦卑的向你们学习 哎呀真的要谢谢你们的用心 在你看都在为教会服务 你说了不少苦吧 是吧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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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真的是要谢谢你们 也让我很感动 所以我们讲一起走吧 一起走 一起走 痛苦的时候一起 快乐的时候一起吧 所以就就是我觉得 我更要谦虚的向你们学习了 彼此学习 谢谢 好 谢谢神父 谢谢 银长姐妹 当然这整晚的对话当中 我们相信 聆听者 我们的听众呢 都可能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一些话语中呢 得到一些启示 也希望呢 在这整个的 这个对话呢 能够启示到更多人呢 更再了解到其实这个同道 谐行这个部分在现在的教会来讲 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动力 我们同道谐行是很大 seniority是很大的 那么怎么在我们的各地的地方教会 甚至在一个堂区里面去实行呢 都会有它的挑战 都会有它的挑战 但是就如神父所讲的 只要是一个聆听的教会 我们相信一切都不是问题 因为 所有的一切 我们有一位圣神在陪同着我们 就让我们能够走向这个 永生的这个道路 那么 在银长姐妹也 也说了 这个 能够通过 自身的信仰的生活当中 不单只在教堂内 也在教堂外 这个所谓的社区的服务里面呢 去活出自己的信仰呢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彼此继续地加油 我们无论能够的话 无论跟主教 我们的神父们 我们的修士修女人 还有我们的灵心徒之间 也能够同心合一 为我们这次的这个共同的使命呢 能够活出来 好 那么最后呢 给听众就 放一个问题 就是 你在教会 或者是你的堂区 你见到了那个希望之心了吗 在教会 或者在堂区 你见到了那颗希望之心了吗 你又怎么样会回应呢 好 这个是我们大会呢 留给我们的听众的一个 反省的课题 所以呢 我们再重复一次 我们这一个十月份的祈祷意向呢 就是为共同使命祈祷 就是 祈愿教会继续以各种方式 支持同道协行的生活方式 体现出共同责任的 的精神 促进思夺 会士和平心徒的参与 共同使命 我们期望大家能够继续为教中的 这个祈祷一项 祈祷 为我们在 远在这个 黄帝纲正在进行这个 大会的所有的全体的祈祷 为我们的教中 为我们的教中的健康祈祷 当然我也这边也预告一下 11月份呢 我们的主题是 为逝去的孩子的人祈祷 11月份呢 我们就有这个 这个祈祷一项 但下个月呢 我们将不会进行现场的 我们只会做一场预线录影的对话 就预计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分享 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最后呢 就是在通 不是通知 就是 也讲一讲 我们下个星期一 我们教中已经邀请全体的教友 世界上全体的教友 为这个世界的和平 祈祷和守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响应 在下个星期一 一天的这个 祈祷和守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请余神父 为我们做一个 结束导和一个降伏 应付其子及孙生 致命阿们 人世的天主圣神 我们赞美感谢你 透过这次的 通道细心的这个 您的启示 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教会 在您的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往前走 感到希望 祈求您继续兼顾 我们教中 主教们 神父修士 修女们 教友们的信仰生活 心灵 让我们在我们各个层面 从底层到高层的层面上 都能够感受到 您的陪伴 您的带领 主我们人 如果离开了你 什么都不是了 您是我们力量 爱的动力的来源 祈求您的光照 陪伴带领 让更多的人 透过我们 小小的生活 小小的见证 能够感受到 您的灵在 也愿意成为 您教会的一份子 祈求您降服 那些在战争中 痛苦 饥饿的人民 无故被杀害的 小孩子的灵魂 主求您权利我们 这些罪人 让我们能够 醒悟到 其实这个世界 需要您的爱 而不是仇恨 愿光荣归一父 其子及圣神 祈求如何 今日依然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 圣神降服你们 阿们 祝大家平安 感谢天主 好 我们再次谢谢 人在罗马的 于君东神父 还有在新加坡的 周云长姐妹 谢谢你们两位 今晚无私的分享 那么也谢谢 今晚所有在 心上的听众们 谢谢你们的参与 愿天主的祝福 常与大家同在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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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